大家好,我是丧信病狂刘老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 之后日军在南京城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暴行持续超过六周,总死亡人数超过30万人 这就是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不过每当我们缅怀侍者并谴责侵略者野蛮行径的时候 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提出各种奇葩暴论 比如说日本人素质极高,很懂礼貌 因此南京大屠杀另有隐情 还有人竟然为侵略者洗礼 声称日本人之所以在南京进行大屠杀 是因为有军人混入平民之中 又或是国军在上海的抵抗过于激烈 引起了日军的暴富欲 所以今天我们来深度挖掘一下 日军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暴行 让大家彻底了解一下 到底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人会如此的丧心病狂 首先,南京大屠杀并不是日本军人突如其来的丧心病狂之举 而是其在江南各种暴行的极大城之作 只不过是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实在是过于惊悚 以至于他们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地的暴行 长期以来被人忽视了 你要是仔细看看日军的行进路线就会发现 那根本就是用中国人鲜血铺就的暴行之路 比如说8月23日的罗京惨案 从8月底持续至11月初的宝山大屠杀 11月中下群发生的长鼠屠杀、苏州屠杀 还有无锡屠杀、江银屠杀、镇江屠杀等等等等 南京大屠杀中的所有暴行 你几乎都能在这些地方照到原形 比如说沙福 亲历者是这样回忆的 日本兵进城时到北四塔搜查 把躲在北四塔里面的中国兵捉住 用绳子绑了 拖到大雄宝殿前去杀 日本兵用刺刀把中国兵一个个杀死 我们躲在屋里 吓得要死也不敢看 只听到中国兵的喊叫声 日本兵走了我们开门去看 有五六十个中国兵被杀死了 地上到处是血 再比如说破坏财物 1938年农历6月初期 一支日军在吴松江巡逻追击国民党溃军 在花桥镇陆向登陆包围了百家村 村民纷纷逃离 日军搜不到中国兵就纵火烧房 大火烧了两天两夜 设计三个自然村 再比如说臭名昭著的百人展 实际上巷景敏明和野田义 是从无锡开始杀起的 东京日新闻从11月30日开始报道 之后在12月4日 12月6日 12月13日 连续进行了跟踪报道 俩人是一路从无锡杀到了南京城外的 所以说这样一支军队 从8月份一支烧杀抢劫到了12月 用人肉和鲜血喂饱了之后 打进了南京城 你难道能指望他们忽然转性吗 你难道能指望他们忽然变得军纪延明秋毫无范吗 怎么可能呢 实际上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延续 对日本而言 他们原定的战略中并不包括在 松户会战后马上进犯南京 到37年11月7日 东京方面交代的作战任务 还是与海军协作 挫败敌军战斗意志 为寻找结束战争的机遇 而见面上海附近的敌人 花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 大体是苏州嘉兴一县以东地区 这只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 绝不是攻占首都南京那样积极的战物 然而大家可能都知道 日本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叫做下克上 老子来都来了 为什么不打进南京城吗 可问题在于 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里没这个 所以补给怎么办 跟不上啊 一方面 几乎是唾手可得的巨大战果 让日军无法克制自己的战争欲望 另一方面 这种完全出乎军部意料之外的作战行动 让补给变得岌岌可危 所以最后日军一拍脑袋 干脆他们就地蒸发算了 说是蒸发 其实就是抢劫 假如在这之前 日军的暴行还要被战争的外衣 所掩盖一下的话 那么在这之后 这种暴行便迅速转化为 明目张胆的普遍化的行为 日军直接同沿途的中国人民 展开了对生存资源的争夺 据日军自己的回忆说 一路行军的过程中 因为日本的物资没有到 我们就在当地蒸集食物 鸡之类的就直接从老百姓那里偷过来 我们用钢盔把盗皮倒掉了吃 所到之处蒸发了猪和鸡 把肉塞进饭盒里 因为没有运米食品 所以都是在当地蒸发 而日军的高级将领则 对此熟视无睹 甚至是暗中鼓励 毕竟这种截略能够振奋军心 进一步刺激军队狂热的作战情绪 因此在这种纵容之下 日军逐渐由最初有组织的 带有军事目的的暴行 转变为松散的 普遍自发的 以劫掠为主要目的的暴行 所以在进入南京之后 日军已经对类似的 抢劫强奸屠杀等暴行 了然于胸了 对这些日军来说 他们在南京城中的大屠杀 不过是他们习以为常的 战争生活的一部分 抢劫强奸这些行径 也不过是他们平时蒸发的日常而已 所以要我说 日军占领南京以后 是否有自上而下的报复思想 震慑思想 这些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些侵华日军身上的人性 早就已经在战争中被消磨殆尽了 他们有着充足的 自下而上的强烈施暴欲望 这种欲望伴随着南京城的沦陷 而在日军之中达到了顶点 军国主义的狂热宣传 旧日本军队的严重不平等 军队高层的刻意放纵 和长期战争带来的巨大压力 与作为征服者而产生的兴奋感 混合在一起 使得他们向南京城中的中国军民 伸出了魔罩 那么有人说我不反抗 积极拥抱现代化 专一与日本人共存共荣行不行 老铁 这个想法简直幼稚到可笑 亡了国你能做亡国奴 都已经是万幸了 你还想做公民 你还想跟日本人共存共荣 咱们说白了吧 奴隶那是主人的私有财产 好歹有一点价值在那 更多的情况是 你亡了国连亡国奴都做不成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 咱们看看日本人打进来之后 在中国的这片领土上 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态局 有人做什么 做玩具 灯泡暴局 哄太军开心的 有人做小白鼠 促进日本医疗科学进步的 有人做狗粮 培育特种警犬的 还有人做活靶子 给没见过血的新兵 练刺杀的 最可怕的是 有人竟然是什么 是药材 让鬼子活人取胆的 上述这些暴行都发生在 日军统治已经相对稳定的地区 也就是一些人幻想中 可以改换门庭 做殖民者顺民的地方 但是很可惜 别说是顺民了 就算是你想做亡国奴 那都得看日本人的心情 更多人只能做什么 做药材 做活靶子 做狗粮 做小白鼠 做玩具 历史已经无数次的 证明了一件事 已退让求生存 只会让侵略者 愈发的肆意妄为 只有狠狠的反击 才能让侵略者 有所忌惮 你好 我是丧心病狂刘老师 恭喜你看到这里 你又看完了一条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你来订阅我的 YouTube频道 更多的故事 更多历史 都在这里 我倒是给了 3 4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